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包括现在工作的薪水太低 公司未来没有发展性 太久没有调整薪水 担心行业前景和工作压力太大 跳槽足期望的待遇是每月4.3万元 与企业提供的薪资相差3544元 热门行业包括餐饮住宿 科技资讯 批发零售 传统制造业和运输物流仓储 第二则新闻 在面对他人的批评和不满时 我们常常会感到伤心和委屈 然而 我们必须学会适当过滤他人的意见和劝告 不要让自己精疲力尽 或耗费太多时间与精力来推翻他人的评价 心理资商是建议 我们能将一半的批评还给对方 将其视为对方的自我满足而不是自己的责任 接着 我们可以删去一半的批评 只留下自己可以努力改进的部分 最后 我们可以寻找那些对我们有帮助且我们能做到的事情 并专注于这些方面的成长 不要让他人的批评影响我们的自信和风格 第三则新闻 情绪勒索是指在权力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中 情绪勒索者使用要求 威胁 施压等手段 让被勒索者产生负面情绪与感受 并服从对方的要求 被勒索者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例如认知自己无法让所有人满意 不专注于恐惧 退后一步思考责任归属 以第三人称描述故事 不急着道歉等 情绪勒索常让人难以抵抗 因为心理界线模糊 容易受到负面评价 自责 自我怀疑和同情心的影响 被勒索者应该找回自己的掌控权 避免被消耗殆尽 第四则新闻 违约交割是指股票成交后扣款或支付失败的情况 可能会对投资人和券商造成影响 违约交割可能导致投资人被罚款 影响信用记录 甚至无法开立股票户头 投资人可以透过几个方法预防违约交割 包括确实掌握交割账户金额 下单前确认买卖股票 价格和张数 以及在发现错误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如当冲交易 盘后交易或利用T加零制度 感谢您的收听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 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 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 职场大小疑问 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 无限提问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 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